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真正原生态的北大荒是啥样的 跟着南方小梦的镜头看一看 独守深山整十年 看铁岭老阳与杀鸡果为伴的山里生活 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 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 大伙儿早上好 我是王博 鲜鱼本来是淡水里生 海水里长的 后来受到养殖条件的影响 逐渐全部转为淡水养殖 甚至不能在寒水里生存了 但是淡水养的鲜鱼物种 特性发生了改变 品质也变差了 为了恢复鱼的原生态环境 相关科研团队经过十多年的努力 如今终于让鲜鱼重回大海了 在这两千多米海浪防浪坝环绕着的区域 就有养殖的鲜鱼 这个直径十五米的大网乡 就是鲜鱼的家 现在搬家到这里的鲜鱼数量还不多 但已经经过前期的海水驯化 今年七月份 驯化好的鲜鱼 进入了这个海洋牧场 终于能够重归大海 这海洋只不过是一个小面积 这个小面积就是我们看看 真正在海水里边这个鲜鱼 会生长到怎样的一个成果 对对对 多少时间能长多大 这都有数据的 把家安在这里的除了鲜鱼 其他种类的海洋生物也有不少 按照计划被称为海洋牧场的 这片养殖水域面积 将会不断扩大 养殖种类和设施也会不断增加 第一期这是在发近 两线八百多亩 第二期还有扩到一万多亩 总计可能达到一万五千亩左右 这个往下能架到四百组 四百组 就是这一个算一组 这一个五百二十项是一组 这个海洋牧场的水生生物种类 本就很多 那么这些鲜鱼又怎会到这里安家落户呢 马经理提到的合作方 就是大连昌盛园水产有限公司的江旭 江旭从事鲜鱼养殖已经有二十多年了 改变淡水养殖鱼存在的问题 是十几年来江旭心里挥之不去的一个念想 鲜鱼本身它就是回游性鱼类 正常是江里生 海里长 但我们现在人工养殖讲究个效率 人工养殖以后在淡水里它也可以缠乱 因为它是喜性嘛 生物喜性嘛 淡水也可以缠乱 但如果这么样下去 它会慢慢的 一代又一代的 自2008年 江旭带领它的科研团队 就开始了鲜鱼人工驯化的各项研究 从2008年到2017年 江旭用了近十年的时间 鲜鱼海水驯化终于获得成功 最大的效果应该是从种鱼上来说 种鱼不再单纯地在淡水中生长 让它在春夏秋在海水里生长 冬季到淡水里生长 恢复它原生态的这个环境 鲜鱼海水咸化养殖 不仅可以增加鲜鱼的肌肉弹性 提高了成胃氨基酸的含量 使其味道更鲜美 另外更能提升素有黑黄金之称的 鲜鱼籽的品质 现在以鲜鱼等特殊品种养殖 形成产业集群的路子 已经是当地发展海洋经济的一个重点 让鲜鱼养殖重归海洋 这是普兰殿地区为推进鱼业产业转型升级 投放优质水产苗种 实施生态健康养殖的一个重要项目 普兰殿设定的规划是 力争三到五年打造出百亿级国家鲜鱼 海参数字产业园项目 到时候不仅能给市场提供品质更好的 鲜鱼养殖产品 而且要以富有特色的产业集群的联动 汇集当地的百姓 大海给了人们无限的馈赠 不光是肥美的海鲜 生活在海边的人们也依托海岛旅游 享受到了红利 在八十年代 丹东的大陆岛还是一个无人问津的小岛 如今小岛利用三把金钥匙 开启了振兴之路 咱们一块去看 一路乘风踏浪 我们现在就要去往我国海岸线北端最大的海岛 据说这个海岛形状长得像一只梅花鹿 所以得名大陆岛 那九月开海季 大陆岛上的乡亲们将会以什么样的方式迎接丰收呢 让我们继续前行在大陆岛上 一起感受丰收的喜悦吧 经历了四个月的休余期 九月一号正式开海后 大陆岛的海域上渔船来来往往 渔民们个个甩开膀子忙活着 孙小雨是大陆岛的女婿 现在做海鲜收购的买卖 人送外号大陆岛海鲜一哥 每年经他手卖出去的海鲜有近十万斤 大陆岛因为洞边是亚洲匠的乳海口 西边是大阳河的乳海口 是现丹水教会出 胖鞋 各种玉类等到柴软的季节 都必须得解丹水 必须到大陆岛这边海域来解丹水 这时候的海鲜是最水美 最好的 捕捞叶是大陆岛最传统的产业 但在孙小雨这儿 把这项老产业玩出了新花样 每年这里将会捕捞到上百万斤的海鲜 给当地的渔民带来了丰厚的回报 这片海域赐给渔民们的财富 还不止这些 伴随着阵阵的汽笛声 我现在就在大陆岛杂色阁捕捞的作业船上 大陆岛的杂色阁养殖基地 大概在近十万亩 是全国最大的杂色阁养殖基地 那大家可以看到今天海上的风浪特别的大 不知道今天的收获会怎么样呢 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 大陆岛全村雀泉海域十八万亩 一缩缩作业船在这片海域上穿梭着 忙碌着 随着向大海不断地伸入 捕捞也正式开始了 九十年代才往海外养殖 过去养殖一直在近海 在我们村子的主要的制作就是这个养殖 风生是一种喜悦 同时也是一种等待 每年的四五月份呀 大陆岛当地就会把 像小米粒大小的杂色和苗 投放在海域当中 经过整整两年的时间 才可以讲成可以捕捞的标准 那现在这些已经捕捞上来的杂色格 正在进行打包包装 那三天啊 三年的时间就可以发往到全国各地 甚至是海外的市场 这一船就是二十万 二十万 二十万鸡 二十万元 国内国际都小 像过去对日本 韩国啦 现在逐渐往那个欧美啦都小 大陆岛生产杂色格历史悠久 攀制好 无污染 以前野生的杂色格就很多 掌握了养殖技术之后 杂色格不仅成了当地 最有特色的产店 还让岛上的乡亲们 做上了致富的快艇 养殖 捕捞是大陆岛人 庆祝丰收的一种方式 那么接下来我就要带大家理论 大陆岛不一样的风声 小琪 现在坐在这个飞伞上 高高地看着这片海域 真的是太美了 远处有游船 天边有夕阳 游艇 海上摩托 还有大飞伞等等 这些项目体验一圈啊 让深沉的大海 也变得活力满满 近些年 大陆岛这个被养在深归的海岛 被越来越多的人熟知 旅游业展露投降 成了大陆岛又一项振兴产业 大陆岛的乡亲们 大多都是渔民出身 现在全村采取集体经营 集体管理的方式运营 从最开始的向大海索取 到依海养殖 大陆岛人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 而当面对未知的旅游业 大陆岛人就像来到了一片未知的海域 勇敢去闯的性格 映刻在他们的骨子里 所以张吉顺壮着胆子 开了大陆岛的第一家旅店 在岛上开旅店 就是一种心旷失忆的感觉 就是世外桃源嘛 以前是个瓦房 但是这是2020年间的 没想到现在这个房子发展得太快了 在农村就是在我们这个道地来说 这是顶断了 特别羡慕他们 大陆岛靠着捕捞 养殖和旅游这三把金钥匙 开启了幸福生活的大门 而生活在这里的乡亲们 也成了大伙羡慕的对象 好的时候能收拾了 这边的钱 现在有天然气了 煤气 老百姓厕啊 外面这个楼房都买上了 冬天都在外面租的 厕房子都有 一行天下 无难事 大陆岛从最传统的捕捞业 到经济振兴的贪图养殖业 再到现在大力发展的旅游业 大陆岛人啊 正向海而生 对于种水稻的乡亲们来说呢 四月育苗 六月插秧 这两个月的时间呢 水稻育苗大棚呢 会发挥巨大的作用 但是过了这一阵啊 育苗棚就闲置了 那怎么能让闲置的大棚 发挥更大的作用呢 咱们看一看 吉林伊通县的乡亲们 它是怎么做的 走进吉林省伊通县的 巨城现代农业合作社 甭管是地上跑的 水里游的 还是地上爬的 在这里都能看得见 这不禁让人产生了疑问 这个合作社究竟是干嘛的呢 别着急呀 咱往这边瞅瞅 整齐的稻田 生动的稻田画 一片乡村的美景 映入眼帘 你心情特别放松 因为满眼的绿色 你看着就精神一点都不紧张 炒着这个比较亲切农田 到这来修宪一下 心情比较放松一下 伊通县的巨城合作社 在当地啊 是出了名的水稻专业种植基地 在千亩稻田的中间 整齐排列着 七八十栋育苗大棚 不过正常来说 这个时间点 水稻育苗工作早就结束了 大棚理应是闲置状态 怎么又把水稻栽进了大棚呢 在瞅瞅咱们大棚 就是摘这些水稻来 瞅得比较细腻 原来每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 合作社的育苗大棚 都是闲置状态 为了提高土地使用率 让闲置的苗棚充分发挥利用 基地决定将它进行一个改变 第一步啊 就是利用现在这个时间点 搞一些新品种的市众 高等的那个优日米 都是那个香米 豆花香 还有那个830之类的 都是那个小类西洋啥的 它的上市价格 就稍微有点高了 一般情况下就是平均 能达到十一二块钱一斤 不仅如此 合作社还在空闲的苗棚里 根据积温种植了大豆蔬菜等下茬作物 养殖起了肉食鸡和大白鹅 不过这呀都不是最厉害的 育苗结束后 基地把苗棚来了个大改造 在棚内挖出了一烫烫的水沟 原来基地跟当地的水产技术 推广站达成合作 决定用育苗棚来搞科研 稻田养蟹不是什么新鲜事 可是在棚里种稻子养螃蟹 就是一个新鲜事了 这种情况在吉林省呢 是独一份 它的主要特点呢 就是温度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这个河蟹啊 它有一个生长时间段 这个时间段呢 在吉林省来说是不如辽宁省的 通过大鹏的温度啊 就解决了性早熟 尽快上市的这样一个大问题 在综合种养的搭配上 更是来了个大升级 除了螃蟹 还有泥鳅 青蛙 小龙虾等 统统进行了尝试 这样一来 闲置的育苗棚变身实验室 可谓是一举多得 不仅如此 还在苗棚内设置了水产观赏区 曾经的闲置育苗棚 如今摇身一变 焕发出了新的生机 这还真是大棚里面种水稻 根据积温 种蔬菜 种养结合 增效益 苗棚变身 实验室 下一步 巨城现代农业合作社 将继续挖掘闲置苗棚的前置 推出更多有趣的项目 争取打造成一个农旅结合的田园综合体 咱们黑土地要办辽宁省首届西红柿节了 那您想成为咱黑土地的源头种植户吗 赶快拨打热信电话 400-6818-801报名 那如果您家的西红柿口感不好 爱生病 那想提升种植技术呢 都可以找黑土地 如果您种的好西红柿啊 卖不上价 黑土地呢也能帮您卖的 报名热线呢 是400-6818-801 现在呢正是年包米大量上市的好时候 最近呢胖鸭可忙坏了 挨家挨护的给大伙寻找好的品种去了 咱们看一看它有啥收获 七下八上玉米香 送给大伙来品尝 好吃的黑黑鸡黑脆 我卖货呀 我不吵着我货 别人也经理是卖几百个 我基本上就是做价 都送到顾客的欢迎 胖鸭带您走市场 开开心心打兜装 这家豹米熟了 胖鸭来上货了 八 九 喂 胖鸭啊 哎大雅 你还来不来了 胖鸭现在都好了 你再不来就没有了 人家都要卖了 咋不去呢 你就给家等我啊 我马上就到 胖鸭来了 大爷 让我来看苞米 是啊 苞米 这是二茶苞米 这是小苗 二茶小苗 头茶你看 在这里都卖完了 咱这苞米成熟举找 它七十五天就成熟 那要提前十天八两月 你还能赶上好孩呢 是啊 咱这苞米你看看这榨子们 一块二一半卖的来家就卖一块二 徐维金是海城市前甘村的村民 现在这时候的年玉米 可以说是扎堆往下下 早事上大吉上哪哪都是 但徐维金家的现实玉米 商贩疯抢不说 还能卖高价 徐维金家里的地并不多 除了大田之外 隆共也就房前屋后两块地 种鲜石玉米 今年已经是第四个年头了 因为卖价高 要的人多 地不够用了 就把别人家不用的园子 也流转过来了 别人的春耕也就忙活到 五月初最晚六一前 可徐维金的农活啊 得干到七八月份 不用扣膜的鲜石玉米 一年好几茬 这条笼收完 那一条笼的小苗也长高了 丝毫不挡光 谁也不影响谁 上茶烙不着 我还种这个下茶秋天了 它也不烙 在这种地儿好 包米已经熟了 成熟了 下大雨 这会儿下大雨 成熟了 不怕烙了 马上这就卖掉 待会两天下大暴雨 没事了 这包米就起来了 淹墓似的 嗯 徐维金的鲜石玉米种得好 这两年周围邻居陆续也跟着把原子地拾剁了一下改种鲜石玉米 孔丽娜和百丽君两口子就是去年加入鲜石玉米大军的 就这块地咱种的就是那个金螺六爱 它等你说口感好 然后它这个杆吧不那么太高 种别的吧 一到就是这个福田刮风田 它就爱枣 咱种二年了 这个包米感觉种 一点不用超饮 咱都没有图间的 一个图间都没有 你个小贩收好 可乐也要 到时候头天定完 第二天凉石皮 还换啥呀 这个品种多好啊 还换 换不换白甲来吗 这包米白甲来 你说这大包米多大 还能换吗 行 大友听明白了 那咱俩这么定 你看行不啊 二茶 我都提前定了啊 这谁来咱都不能给了 咱先说好 都是我的 行行行 还有一个 那你看我这这批真多 价格方面你给便宜点呗 卖别人八毛 卖你一元还不行啊 好涮仗 这便宜仗的 大去了 锦诺6A 小贴士 像咱们今年呢 雨水来得比较早 特别持续的一个连雨天 有很多地块啊 它处于一个烙的一个情况 有纯水的一个情况 像这种地块呢 咱们农户呢 可以适当地进行排水 然后呢 苗呢 咱们可以增丝页面肥 比如磷酸二青甲 云台树内脂 还有尿素溶液啊 咱们给苗提供足够的营养 保住咱们苗的一个成活率 对咱们后期产量都有一个保障 铁岭市雄关屯镇的高秀华呀 种西红柿很长时间了 但是今年的丰收季呢 他却有些郁闷 因为他家的西红柿得病了 怎么回事呢 大明白赶紧出手 去帮帮忙吧 遇到病虫害 专家来把脉 手道把病除 百姓都致富 黑土地专家上门服务 为您知语 辽宁好 辽宁库 辽宁人民真不错 各改各各受开放 这没过年没过节 这过年车怎么还上来的 风也大 雨也大 没有实力不说话 你这走得让我走成了 说话能够正常点 一进村是心有劲 身有劲 人两个腿都都有劲 有劲 劲得了 经常抓虫去吧 我这徒手抓虫啊 你不该叫土地哥 你该叫秋高 咋的 把我气爽呗 气爽呢 哪都有你干活 这位大姐叫高秀华 祖辈靠种地为生 三年前 高大姐开始尝试 种植大棚蔬菜 她认为西红柿行情好 效益也错不了 可哪曾想 效益是没见着 并仇害可是不劳少 这不 头几天一个个溜光水滑的 西红柿 不知怎么的 就得了一身皮肤病 土地哥 你看看我这个果是什么意思 带个眼儿 玩意着起白炮 帮我掺一掺鱼啊 这不明白了 我给你看看啊 满棚窜进的都是了 给你看看啊 这种病害能分解出来好几种病 这不小白炮吗 中间有眼儿 如果这个白炮有隆起的情况下 说明这是纪麻的危害 如果这个不隆起 中间有个小黑点 这是灰病病 但是这是炎热的夏天 这可以排除 就是灰病夏天也得 但是发肠率特殊底 还有这种情况呢 这个小白炮也是平的 但是中间这个眼儿呢 比较大 像鸟眼睛似的 这就是溃养病 如果得着溃养病呢 危害比头那样更大 西红柿的既马丁咬 灰眉病溃养病 从外表看十分相似 特别容易混淆 所以准确地了解 每种病虫害的症状 不仅便于及时防治 更能有效地减少损失 你属于是纪麻危害 你发现果上有了 一切没有 说明是一内有症状了 最后你膨治我纪麻了 所以赶紧预防 刚开始没中事嘛 也不知道它是病虫害呀 我心里的话 没心里它的起盘是纪麻呀 我说你这个 把那三十的果 应该让纪麻给吃了 赶紧打药 一个礼拜打回农药 比如说甲胃盐 或者是定虫米子 这类的东西 纪麻成虫体长 不过两毫米 生命周期不到三十天 就是这样一种 不起眼的小昆虫 却严重危害农作物的嫩叶 花和果实 会导致植株生长缓慢 果实变小 商品价值和产量大幅下降 如果现在起来的时候 就是把这个叶片 啃完了 影响广化受用 产量之然就没了 我就觉得叶上的话 不长毛病 就是没病啊 没那么想的话 它果上再果上来 这个果上如果要有了 这是证兆 意思说的 这个棚着 纪麻 麻大面积就上来了 所以赶紧制 制不如防 就是不管有没有剂麻 七天左右 你就是派一次药 黑土地温馨提示 剂麻的防治措施如下 一 一斤点花药 加一滴阿维菌素防治 二 剂麻驱蓝光 可以悬挂蓝板监测和诱沙 三 选用乙基多沙菌素 或定虫米等药剂 在西红柿花期 进行喷雾防治 黑土地够意思吗 够意思 币不币 币 老币了吧 说来就来对吧 对 这个解决问题了 解决了 有 土地哥和你们电话 那我就放心了 这个有啥病害呀 别自己个家闷头上火 可不上火了 咋的呢 要不要都不知道咋办了 那可不 很多乡亲们都说 中大朋友说 一旦遇上虫害病害呀 有个小毛病啥的 心里就抓瞎 看黑土地啊 提起北大药 相信大伙都不陌生 曾经的北大药呢 在几代人的勤劳耕耘之下呀 现在呢 已经变成了北大仓 而且生态环境呢 是越来越好 今天呢 乡村拍客 南方小梦 就带你去看一看 原生态的被打荒 农村人儿拍农村事儿 年年有名啊 这是南方财导 看都没看过 原姿 原味 两天有十余远 站出来 哎 老费了 大家俄是跟我好的一下顺活 对吧 两个国财员 唱片的大地啊 给点绿子 现在 江村拍客秀 走进湿地之乡 国家重要湿地 我们今天来的 七星河湿地公园呢 也是三江平原的一个附地 其占地面积达到了 两万公顷 并且它分为核心区 还有实验区 缓冲区 七星河湿地的核心保护区 就已经达到了7960公顷 所以说面积非常大 这里也是白皮鹿之乡 我们现在这个仙教区 感受一下这种白皮鹿的场景 白皮鹿长得还挺可爱的 嘴巴前面更扁扁的 像个小琵琶似的 现在白皮鹿基本上 栖息在那种芦苇荡里 怕我们看不到 在这里先感受一下 还是非常漂亮的 各式各样珍惜的鸟类 都栖息在这片湿地里面 在这个保护区的洞 是非常多的 雪兔 赤红 水塔 色鼠 袍和黄釉 在整个保护区里的话 野生动物达到了299种 然后高等植物 还有359种 所以说分布特别的广 种类特别的全 尤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核草 国家一级保护植物 我们现在双脚 已经踏进了 七星河保护实地的 其中一片区域 像我身后 就是大片的沼泽地 有一句 诗经里面有一句话 叫尖家苍苍白鹿为双 尖家就是喜欢的这个 芦苇荡 是个啥 桥鹿 今天还是很给力的 我们走的这一路 刚好碰到了很多的鸟类 还有各式各样 大自然的声音 都在耳边回响 仓鹿 读不出这是一种 什么样的感觉 但是就是很神奇 默然回首 那鹿就在水草丛生处 一大群一大片 好多 这就是原始的北大荒 你消点声音 这惊到他们 给个面飞一下 飞哟 拜拜 我们现在来到的地方 是一个没有人为活动的 世外桃源 它叫燕西湖 地波荡漾 鱼翔浅底 围草年天 万鸟云集 这是燕西湖给人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 你听到各式各样的鸟鸣了吗 这些小鸟是初春的时候 从南方牵引过来的 到十月份的时候 就会往南飞走了 真的好羡慕 它们有这么大一片湿地 在这里自由自在地飞翔 它们还可以在这反衍身心 我刚刚看到好小的那种白鹿 这么小 到十月份它就又飞走 你说 能跟上吗 它妈妈不得很担心吗 最原生态的才是最美的 整个七星河湿地自然保护区的 占地面积是有两万公顷 其中70%全是卢尾荡 其实可以想象一下 在曾经的北大荒的话 没有变成大梁仓之前 远处一眼望去 也可能是这种湿地 都是一离一离开垦出来的 现在在南天白云的印象价 一眼望去 这片沼泽地还是非常的震撼 无此利于木杆之上 水鸟变湖 我现在走在的就是它们的栖息地 然后一个生态战道上面 这里最震撼的时节 就是十月份候鸟迁徙的时候 那个时节也是北大荒 要结霜上洞的时候 候鸟们会成群结队地 在天上排兵列阵 一字行人字行 那时候就要开启数月的一个迁徙了 森林湿地和海洋作为地球上最重要的资源 其中湿地的话也是地球之圣 它起到的净化大自然的一个作用 这个小景太漂亮了 整个七星河湿地的外围的话 是和附近以及五九七农场相连的 就会形成一种场景 在湿地内部的话是完整的原生态 在湿地外部的话就是万亩良田 也就形成了一种叫地内北大荒地外北大仓的场景 想象一下这个画面还是挺神奇的 其实北大荒的景你得放大宏观地去看 要敞开你的心胸 对 它不像那种犀利的江南景观似的 一脚一鱼就是属于一个非常完美的片段 非常完美的景致 它需要有足够大的胸襟 踏墙 论踏墙 清风扶山港 这种景色让人感觉就是亲人是新品 原生态的美景始终会让你感觉到 大自然 独特的魅力 我们宝庆县的占地面积是有一万多平方公里 那也是属于有山有水有树林的 像我们今天逛的是属于西清河湿地 其中宝庆县的话是有四大湿地公园 这只是其中一个 还有其他三个叫燕雾岛湿地 长林岛湿地 还有东升湿地 其实每个湿地都有自己独特的特色 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一同探望一下 感受一下湿地的魅力 农业生产是一件听起来简单 但做起来却很难的事 不是所有的种植项目都能立竿见影 马上见到效益 有时就需要种植者能耐得住寂寞 有死磕到底的精神 那铁岭的老杨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为了种沙鸡果 一个人在山里住了十年 他在大山里的生活是咋样的呢 咱们一块去看 同屯村位于铁岭市清河区杨牧林子镇 每到这个季节 村里的山上都会结出一串串沙鸡果 虽然看着小巧又不起眼 可这在杨金贵的眼中 那可都是苦心经营了十年的宝贝 它这个成熟之后 它这个颜色就是金黄色 金黄色 对 它是酸的 酸的微息含量高嘛 428种 它俗称微息之王 53岁的杨金贵包下300亩山地 今年是种沙鸡果的第十个年头 早年的他常常穿梭在山间做木材生意 凭借多年的经验 用低价选了一块并不被人看好的荒山 老杨自己心中自然有着小九九 沙鸡果原本就来自沙漠地区 这让它们产生了顽强的生命力 改善环境的同时还能产生效益 日常管理上也很省心 这正是老杨当初种沙鸡果的目的 一切都计划得挺美好 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想要见效益 那还真得有点耐心 那时候的老杨 早已经把之前积累的八十万本钱 全都投入了进去 得知还要再等七年时间 老杨决定住在山上 确保一切都能万无一失 自己一个人生过啥 你习不习惯呢 跟他说一说 习惯 慢慢习惯了 现在饭啥都自己一个人做嘛 现在 啥都也不一路啊 对吧 你生吧 生活 做饭就是生活中的一种 一个人在深山中 守着沙鸡果 守了七年 会发生啥变化呢 老杨当场 就给咱们记者展示了一下 哎呀 这啥 这是朝天等格的动作 对 这动作还挺难的 高难 保持平衡 还在这儿呢 没点玩 身体挺好 现在 原本老杨的体格 是属于比较瘦弱的 住在大山里之后 他总有点害怕 一是为了增加自信心 二是为了排解寂寞 老杨开始每日打卡 在深山中锻炼身体 强健体魄 为了应对孤独的生活 老杨还专门修建了一个小花园 开始尝试与大自然作伴 大自然的美景 然后呢 自己 十二代的块 一个是没啥意思 对吧 比较孤独 然后呢 看看这蝴蝶呢 欣赏一下大自然的美景 也能给心情一个调整 繁花盛开 蝴蝶自来 七年的等待 换来了杀鸡果的全面丰收 可就在老杨满心欢喜的时候 又一个难题出现了 这杀鸡果好是好 在这东西 你看着吗 这宅的 你看这要是的 三天 两三天 就不放冷酷 就得换一出了 所以说 它这好的东西都交易 所以说头子大 这一百多瓶的冷酷 这要是这三十多 那时的老杨 已经没钱再建冷酷了 而且地处深山 新鲜杀鸡果的运输和销售 也成了难事 为了解决眼前的难题 老杨想到了一个妙招 咱那个做出来 就是说 这个销售桶 六升水 然后呢 用二斤杀鸡果 然后你用一个苹果 然后发酵三天 三九 就可以了 温度在二十六度到三十五度之间 用杀鸡果发酵做成的饮料 既能使原本很酸 不能鲜食的杀鸡果 变得可口 还能方便储存和运输 难题解决了之后 再回首 中杀鸡果的这十年 不但让老杨变得 身强体壮 热爱生活 也让原本的荒山 变得充满了生机 原本觉得 大山里的生活 是考验 如今 自己却享受起了这种 亲近大自然的时光 真口味是 老杨 中杀鸡 强身 又健体 享受大自然 坚持 出奇迹 今天的全部内容 就是这些了 咱们黑土地呢 要办辽宁省首届 西红柿节了 那您想成为 咱黑土地的 源头种植户吗 赶快地拨打 热心电话 400-6818-801 来报名 那如果您家的西红柿 口感不好 爱生病 那想提升 种植技术的 就找黑土地